以台湾的汽车市场来说 房车仍占有一定的销售比例 而我们看到在百万集聚的进口房车当中 Otima它夹着动力的优势 同时在强势的抢攻这整个市场 它除了搭载了VC Turbo 可变压缩比的引擎之外 它还有哪一些产品的优势呢 而且面对它直接的竞争对手 Toyota的Camry 它是否能够挑战它的销售地位 除了在这个百万集聚之内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另外一款的 这个进口的房车 也就是Mazda 6 它到底在目前的市场上面 还有哪一些产品的强势呢 我们今天就好好地帮大家来评比 针对消费者非常在意的环节 我们也请专家真心话老实说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 在这个百万集聚进口房车当中的 新同学Ultima其实上市不到三个月 可是它的表现其实相当的亮眼 以销售的挂牌数字来说 其实不到三个月的销售挂牌 它真的非常的好 那郑杰你是不是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 它是不是所谓的新产品的 应该说是蜜月级 或者是说它其实也是后市看涨的呢 在中大型的百万集聚的房车来讲 最主要的我们最常听到的 当然就是Camry 这不用讲了 这卖的当然一定是最好的 它今年1到10月已经到3000台了 很简单我们就把它除以10 一个月能有300台左右的量 值得注意的是呢 在这个部分来讲 这个Camry指的是进口的版本 也就是现在最新世代的Camry 而不包含之前还在国产化 就是现在还有在卖的 国产化的那个版本 最入门的版本 所以这个是指纯旧 最新世代的Camry来说 它就已经有300台了 再加上国产化的呢 一个月通常都是100多台 200台之类的 所以它每个月可能有到大概 400-500台或者300-400台 这边在游走 那另外这两个像Mazda 6跟Superb 这两个也需要注意一下 虽然我们归类 我们刚刚说它是属于中大型的房车 但是其实Mazda 6跟Superb 它们都包含了旅行车版本 也就是Superb Combi 跟Mazda 6的Wagon 所以这个数字是两个加起来 我们并没有把它拆开来 但是你去看哦 其实也蛮厉害的 像Mazda 6呢 1到10月现在是798台 等于一个月大概80台 然后Superb呢 因为它毕竟并非一个最强势的品牌 尤其中大型房车 又不是现在最主流的急剧 所以它一个月也有60台 我是觉得看到这个数据 我是觉得虽然说 跟真正的主流大车比起来 是有一段落差 但是其实表现也算不错的 所以回到Automa上面 我们看到9月的数字是102台 这数字我就可以先忽略不看 因为这是新车 那时候刚挂牌 而且再加上很多试程车 经销商的车牌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的是10月 10月居然有来到256台 其实是不错哦 我们刚刚讲的嘛 进口最新的Camery的话 一个月也不过300台 它有256台 几乎是差不多了 对 这其实让我有点 其实是有点惊吓 惊讶的啦 应该这样讲 但是我必须提出正反两方的意见 正的部分呢 一方面就是说 它会有这个量的原因 当然新车蜜月期 刚刚刚有讲到了 其实是之前接的单 现在一次要放出来 所以当然量就会比较漂亮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反而来讲的话 其实也不见得那么悲观 因为呢 我必须说 在以前Sofilo打下的基础 到Tiana打下来的基础 有很多的中年 中高年的人 他们已经习惯了房车的驾驭感受 他们不见得能接受修旅车的驾驶 所以当他如果继续是成为 你上的始终支持者 甚至像举个例 我女朋友的爸爸 他就是这样子 他的Sofilo到现在还开 然后雇得很好 然后他每次还是回到原厂去保养 然后每次回原厂保养的时候 业代就会洗他 差不多该换了20年了 然后你这个车子雇得这么好 你当然需要值得一台更好的车子 之类的这个情况下 加上你上的后勤 其实并不输给何太太多 他后面的展示中心 销售据点 维修中心都不少 比例都很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Altima的后世 还是大有可为的 毕竟它是一个主流品牌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1到10月 这4个进口的房车当中 其实他们的销售量来说 每一台车款 都有他不少的支持者 那我们当然要来看到 Altima这次又再度的进到我们的棚内来说 我们来看看它其实搭台这颗引擎 也是在Infinity QX50上面的VC Turbo 可变压缩比的引擎 它除了这颗引擎的优势之外 我们要请爱大帮大家好好点评一下 到底Altima它有哪一些产品的优势 是的 冠宜 刚刚郑杰说他女朋友的爸爸 对不对 我想郑杰大概是不太想结婚 要是我我就会说我未来的岳父 开了一部Sephero 再者 这个郑杰也讲错了一件事情 说这些中老年人喜欢这样的中大型房车 我看他又嫌他未来的岳父年纪太大 他是在吹捧他岳父大人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现场来的三部所谓的中大型房车 相当年轻都是相当年轻的火红色 所以其实这一些中大型房车 也在抢供所谓年轻世代的族群 因为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休旅车 可是如果一台车它具备有多功能 其实中大型房车只是少了休旅车的那一个高度 其实它的功能而言 空间其实也不输 绝对不会输其他的这一些休旅车 所以绕了半天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部Altima 其实Altima是目前棚内三款车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款车 以外型来说 以外型来说 毕竟它的车长来说是最长的 我觉得这种中大型房车就是要有一个霸气的表现 等一下冠仪你可以分别去看看另外两台车 你会发觉 你上的这个Altima号称神马的这台车的车头 特别的低扁 特别的低扁 所以它更具有跑格 而且搭配这样子的一个车色 这样子的行销的一个痛调 怪宜我们看一下车侧这一个部分 来看一下 来到这个地方你会发觉 我们在下盘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圈胎配置的是 原厂就配置的是19寸的圈胎 对 轮胎我都不需要去换 直接就是19寸的跑胎 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再来怪宜你看这一条折线 你有没有 感觉有像男生练出来那个人鱼线 对 我觉得很像 其实也有那个GT-R的那个风格 R35GT-R的那个风格 对 那当然了 这台车我说为什么它抢工的是一个 所谓的年轻族群的一个设计 你看 它的这个钥匙部分有好多颗按键 对不对 很熟悉 对 怪异你看很清楚 这个东西 这台车呢 其实 我记得它是这样就可以发动引擎 对 要稍微把它抢按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今天外面车子很 停在这个露天很热 我要上车之前 我可以先发动引擎 让车子的空调能够先行运作 或者是外面很冷的时候 它能够先导入这个暖气的设备 所以无论是我上车 我的太太上车 我的小孩上车 都不会一下进去感到很闷热 或是非常的寒冷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这个配备 那你说现在发动了怎么办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怪于我没有开门你去开开看 对门保证你打不开 打不开 是它其实是锁起来的一个这个状态 所以不用担心 小小的一个进入 那当然如果你一段的时间 没有进入车内的话 它也会自动熄火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台车 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 你看看 外形够跑格 够动感 这个而且它 新世代的引擎 轮子配了19寸 车身高度也很低很漂亮 车头相当地低来扁平 一个V motion的设计 刚刚正杰也说到 你上的一个后勤保养 大家也不需要去太担心 又有最新世代一个 悬浮式车顶的一个设计造型 然后动力性能相当地好 油画表现也不差 还具备有遥控启动的功能 我觉得这台车 我是蛮喜欢的 但是唯一有个缺点 但我要问一下 因为其实买房车的人 除了看外形之外 它搭载了非常强势的 引擎的优势 可是在内装的表现上面 你怎么样来点评 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要讲的 唯一有一个缺点 是我不太喜欢的 就是我们先不谈 所谓的质感这一个部分 可是我们导播说 它那种质感不错 真的吗 即便它的质感是OK的 但是我还是必须说一下 冠宜 你从这个地方看一下 你会觉得 是好像质感好一点的替打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发盘 跟我平常开那个 宾式AMG那个方向盘 其实蛮像 但是门上面这个 四个电动窗的这个开关 很相似 真的跟 拜托 那个圆圆的开关 然后只有前两门有电动 然后弄了一个这个很廉价的 这种类卡帽的这个感觉 这个这个饰板 我个人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这是这一台车 我个人认为它是唯一的一个缺点 不过啊 它的质感其实确实是相当不错 包含它有一些皮革啊 车缝线的一些方式 然后啊 你看 现在啊 以前叫做那种很low的那种核桃木 亮晶晶 布丁布丁的核桃木 现在都属于 暗色系 消光 然后木纹式的设计 当然这个部分呢 是展现了不错的一个这个质感 但是就是整体的一个image啊 它的内装稍嫌老气了一点 再加上我觉得 它有一点像它的这个 自己品牌的这种 中阶入门型房车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设计 我觉得比较吃亏的一个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